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时候 遇上了一个难题 他们需要渡河 而此河和望川有连接 需要接附近的比一鸟族的人 在江面节下飞桥 让大军过河 但比一鸟族族长与狼族相交一位族长相交 深知他的为人 而此事得知东华帝君对狼族不论好坏的斩杀 心存怨恨 不肯在江面节下飞桥诸大军过河 东华帝君抓了比一鸟族 族长一家大小 以其向威 若是不搭桥 将要受灭族之威 虽然明知东华帝君是受力气所扰 可还是有些受不了 他这样的行为 连颂是第一个上前相劝的人 帝君 比一鸟一族 臣服天族 而且从未有过任何的战轮 若此番 只是因为不愿帮忙搭桥 便要受灭族 这种行为 连颂话还未说完 东华帝君猛的一掌 朝连颂打过去 没有想到东华帝君会突然出手 这一掌 连颂受得结结实实 顿时一口鲜血喷酒的站在身边 都未反应过的承郁以及四命星身上 承郁 连颂 四命 三殿下 凤九也跟着要过去 被东华帝君给拉住 不准去 连颂坐在地上靠在承郁身上 捂着胸口 东华帝君 你平定四海八荒 何时用过这种手段 你 东华帝君漆黑的眸子 猛得收紧 本帝君是天地共主 找六界生死 本帝君让谁死 他就得死 你若再多说一句 就要怪本帝君不念旧情 连颂 四命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东华帝君 简直不敢相信 这种施杀之话 竟会是东华帝君所说 凤九在一边也是忍不住 帝君 你怎可如此说话 三殿下 是为了你好 你是 东华帝君模子里蹦出阴冷 转过身 手中画出那把全身通灰的剑 指着比鸣鸟族组长最小的孩子说道 搭不搭强 你若不搭 他的面 便是你亲手断送的 凤九站在身后 看着东华帝君拿着剑 指着那个孩子的喉咙 等帝君再问你最后一次 比鸣鸟族长坐在地上 哭得双目都肿了 东华帝君 你不配当着天地共主 不等比鸣鸟族组长把话说完 东华帝君已持剑刺向地上的那个孩子 凤九立刻祭出陶仇剑 会剑挡下东华帝君的剑 东华帝君 凤九 你跟本帝君动手 凤九心痛 帝君 你醒醒 你说你是天地共主 那这些人便是你的子民 你还记不记得 你曾说过 本帝君不想和你谈以前 本帝君只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一定要救他们 凤九深吸一口气 将眼前的东华帝君看了又看 摇着头 帝君 眼前的人 究竟是不是帝君 为什么 他在他的身上 看不到 甚至感受不到任何帝君曾带给他的感觉 难道只是因为力气吗 被力气所扰的 就不是帝君了吗 白凤九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忘记你说过 无论东华帝君是什么样的 你都喜欢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本帝君 说着东华帝君朝凤九会见 白凤刚加强了防线回来后 就看到帝君要对凤九动手 连忙上前阻挡 可是却没 身为上身的白凤 对了一招后 便被帝君打伤 四叔 凤九要冲过去 东华帝君此刻将白凤一扫 将他和林宋 成玉和四命照在一起 封住 然后上前掐住凤九 本帝君再问你一次 你还要不要救人 凤九被掐得难受 痛苦地看着眼前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只要想到不能和帝君在一起 他的心便会痛彻难当 然而此刻 他被他掐着脖子 欲知死地 他的心没有半分头 只是感到无尽的忧伤 帝君 帝君 他好想以前的帝君 那怕对着他说着绝情话的帝君 他都好想 可是眼前的这个帝君 前一刻还想牵他的手 这一刻 便 凤九闭上眼睛 只是喊着 帝君 东华帝君模子微微一鸣 手上一时力将凤九扔了出去 凤九倒地在地 捂着身童的脖子 看着眼前居高临下的帝君 周身力气骤起 圈着身身的冷冽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人和叶华还有白浅赶过来 眼见着东华帝君要对凤九下手 白浅想也不想的就冲上前 东华帝君早料到 手一挥 从天柱降下灰灭神灯 将折掩与白浅 叶华给照住 三人使法力抵抗 三人动叹不得 若冲破灭神灯 三人恐怕连元神都会被吞进 小九 白浅想要前进 可是他无论怎么使力都不行 连颂在私命与诚意的晚服下站起来 对着想要对凤九动手的东华喊 东华 不要让力气控制你 成神成魔接在你心 我不相信 一个小小的力气 便真能让你入魔 东华帝君没有停下 反而继续向前 凤九双手向后撑着地 向后退 哲言也跟着说 东华 你的九珠心呢 故本培元 当日洪荒上那么多的生魂 都没将你拉入魔界 你 东华帝君突然大笑起来 哲言上神 情趣优雅 洪荒战场 你可曾见过 你怎知本帝君 不是把杀人当成游戏 听着东华帝君的话 凤九摇着头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东华帝君又看向凤九 你不是说 只要我愿意 就是心脏 都愿意给我吗 你不是想和本帝君 生生世世在一起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命天命的方法 就是把你的心掏出来 一步步逼 看着凤九摇头 东华帝君 怎么 现在不愿意了 可惜 迟了 等帝君 现在就要你的心 说着东华帝君 用法力隔空 掐着凤九的脖子 慢慢地举起来 举过头顶 小九 丫头 小殿下 凤九 白浅看着凤九 越来越痛苦的脸 东华帝君 你疯了 你放下小九 连颂和四命 成余三人站起来 想要冲破眼前的结界 边冲 连颂边喊 东华 凤九可是你心中 只爱的人 今日你若杀了他 便真的回不了头 东华帝君眼神依旧阴冷 伸着手念的法爵 做着掐人的动作 左右瞧着瞧 被自己挣住的女人 冷哼一声 是吗 你忘了 本帝君是石头化身 怎么可能 有心 说着手狠狠一摔 高悬在空的凤九 被摔下来 气涌翻筒 一口血脱了出来 凤九看着慢慢 走向自己的东华帝君 只见他拿着那把 沾着黑气的剑 对着他 凤九 你 东华帝君停下脚 手中黑剑在空中飞穿 最后朝着凤九的心脏处飞过去 小九 丫头 乔殿下 凤九 一声声力好 可是那把本音贯穿凤九领口的剑 突然在凤九胸口停了下来 更准确的说是 被一股从凤九体内向来冲击的一股气给挡了下来 接着凤九身上鲜色顿炸 仍被那波鲜色撑起 从他凤雨花中冲击出一条光波 冲了出来 在凤九周围转了一圈后 与那柄黑剑对峙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